搁浅在极背东北方海域的巴拿马集货轮信燕轮 虽然经过航港局统筹各单位协调 顺利抽取船上载油50顿 成功避免了海洋污染的危机 但船体移除及船员安置问题仍然相当棘手 尤其船长及大副先行弃船 至今仍未对外界公布动机 在上个月10月17日 信燕轮宣称机械故障失去动力准备弃船 我方出动空勤队直升机 冒着时级强风将14名船员吊挂救起 却发生送医裁检时有人企图脱逃 事后声称是尿急 而脱船连夜由菲律宾赶底 动作之快也起人疑斗 现在14名中国大陆级的船员 在新人隔离所14天隔离期已满 转游移民署澎湖专情队安置在民间饭店 等待进一步处理 由于船员们身无分文 又仍在异乡 船员担忧成为人囚 人心浮动 希望外界伸出援手 给予物资上协助 移民署澎湖专情队表示 总部在香港的船公司 有透过高雄代理商协助帮忙船员安置 还有澎湖友人就近帮忙 船东并无置之不理 同时专情队每日都会前往关怀 饭店老板也透过慈祭 在近日寒流来袭的状况下 捐责了一批预寒衣物 航港局已请船东于11月12日提送船体移除计划 包含托船、施工方法、吃水、海巷 对当地环境影响、拖带路径、房屋准备及船体水密 船舶稳度、福利计算等事项 航港局再次重申 有关带船东旅行拖带、抽油、房屋资裁调度、影响当地环境等 皆属船东应负责任 将依香港法向船东进行求偿 令船上船员已于11月1日以防疫规定完成隔离 航港局亦将启动海事调查程序查明原因 记者王海龙报道